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生对法治化的立场都没有松动的话 马提出对话只是想捉弄对付学生 没有真诚的想要对话 赖英立委罗叔雷说 马英九因让事情回到张庆中在内政文员会偷渡的原点 而学生也应该退一步 连案协议监督条例可立法 但这次符冒不算在内 严谨党立委直言 马英九与学生双方互信基础低 可先透过善意第三者沟通 对话才可能有结果 动新闻 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